刘家昌生贤被称为音乐教父 在乐坛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如今癌症病逝 家属也发布声明 感谢各界的关心跟支持 也将低调的进行治丧 静不详情 我们把时间交给关以 知名音乐人刘家昌病逝 享受83岁 那么家属也证实了 他是在12月2号的时候 因为癌症安详此事 震惊了各界 那么这个各界当中也包含了 他的儿子本名刘子谦的张力恒 他特别提到 父亲去世的消息 让他甚至非常的震惊 也很疑惑 因为第一时间 他似乎是不太知情的 都是从一些媒体上面 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 还说这些消息 其实都是来自一些朋友 一些家属 但是都没有真正的署名 所以让他是满头问号的 不过刘家昌位于相当的友人 自身媒体人汪曼玲就说到了 他有获得刘家昌大儿子 来证实死讯 甚至刘家昌的助手 也为家属发出了声明 就提到了 后续的智商过程 他们将会以低调 简朴的方式来进行 还说刘家昌的音乐与精神 将会永存在 每个人的心中 而随着东北季风南下 北台湾湿湿湿凉凉 今天清晨在苗栗 低温下探14.4度 而未来几天呢 除了温度会持续往下溜滑梯 雨区也将进一步扩大 而这一波东北季风 预计会影响到什么时候 天气详情 我们把时间再关影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稍微转凉 温度也在持续下降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温度的趋势 尤其从昨天开始呢 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可能感受比较明显 这个温度是一直在往下走的 那么尤其到了周末两天 还会再更凉 甚至这波冷空气 还有可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 目前预估呢 下周一的清晨 是最低温的时间 尤其呢 北部的局部低温 甚至还有可能达到13度左右 那么目前是周六 到下周一的东北季风 还有可能会再持续加强 这个温度会再下降 甚至呢水气也会再增加 不过呢 其实这几波带来的这个水气 都不算非常的明显 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部 像是宜兰地区 这个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 尤其像是大海北的东侧 基隆北海岸 宜兰花莲可能会出现局部雨 而宜兰的山区 则是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 那么尤其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这个雨区还要再持续扩大到桃源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 这个北部地区的温度 会一天比一天低 甚至到周末 甚至还要到下个礼拜 这个温度还会再继续往下走 都因此外出还是要特别留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